侯爷大师在药节里面讲得好 能不能往生 全在 幸愿之有 你真相信 你不怀疑 这个人很难得 不好找 真正一听到 就接受 没有怀疑 相信 相信 真有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他往生的条件就去除了 那只要那个怨恨恳切 我一定要生 佛就决定来接引你 你怀疑 他就不来了 那品位高下 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 那是念阿玛事情 所以偶爷大师 那不是简单人了 是现在事情 我们进途中 第九代的祖师 明末前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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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 这有人问他了 你老人家 求生建筑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品位 你就满意了 他告诉你 我只要下下品往生 我就满意了 这是教我们的 给我们的信心的 不要去真正名位 用不住 只要往生 就行了 为什么 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你得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加持 通通是 阿维约知菩萨 平等的 那阶级有没有 有 但实际上 实际上平等 到极乐世界 智慧平等 神通道理 平等 一切受用 通通平等 跟谁平等 跟阿弥陀佛 平等 无法想象 跟菩萨 欧汉 平等 就不错了 到极乐世界 每个人 下下品往生 也跟阿弥陀佛 平等 神像 平等 这真平等 像某都一样 跟阿弥陀佛 一个母子 造出来的 我们反复 没办法辨别 看到极乐世界 全是阿弥陀佛 那 极乐世界人 决定不会搞错 他有神通 他看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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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